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星注意到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阵容揭晓第4弹来袭 以歌声讲述故事用音乐表达情感 在北京国际电影节落幕之际 实力派青年歌手周深为电影音乐推荐人惊喜现身北影节闭幕典礼 精彩花絮看不停要说啥大场面咱们的周深同学没见过 但这次亮相北京国际电影节的他居然紧张到吃螺丝 上星真挺好奇这个画风会是啥样子的 周深出席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系颁奖典礼气氛活泼 依然有梗 他在舞台上轻轻献唱悬崖之上同名主题曲 对对对想起来了吧 满满的回忆沙 此前著名导演张艺谋曾经夸赞过他的歌声 如今周深在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系颁奖典礼也回应 当时非常开心也疯狂的点了个赞 周深亮相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红毯 上星特别喜欢主持人宣读的关于周深的红毯词 周深演唱实力非常强大 形象清爽阳光备受观众喜爱和关注 始终保持低调专注谦逊的态度 用歌声诠释情感 是啊 这样的实力歌手谁会不喜欢 周深坦言 希望以后能跟越来越多好的作品合作 以自己的声音跟电影合作是一种非常奇妙的经历 有点紧张 畅想光影青春 周深果然是惊喜不断 上星又刷到了一些花絮 周深不仅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级颁奖典礼 而且他也受邀出席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 周深的彩排现场超级震撼令人感叹 与周深一起出席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级颁奖典礼的明星嘉宾 还有关小彩 陈坤 李志廷 吴童 杨坤 阿云嘎 陈正道 和兵 刘恒 刘晓庆 张宋文 杨千化 吴刚 曹玉 乌尔善等 诸多高能 名场面燃情来袭 从国名归女到青年 电影人 关小彤一直无惧挑战各种角色 他不被现实裹挟 也不在意沿途的目光 每一次自我突破都让极限成为无限 关小彤身穿黑色西装搭配短裤气场全开 惊艳亮相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级颁奖典礼 这双长腿太优越了 而且歌声也非常动听 关小彤和李志廷带来给电影人的情书歌曲表演 已经多次参与北影节的关小彤被问到 今年有无二目一星的感觉 关小彤表示 往年都是走很长的平地 今年突然上台阶了 穿高跟鞋感觉压力很大 阿云嘎掀气飘飘走上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红毯 实力演员杨强化一席紫色长裙出席 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红毯 段一红为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送上祭语 每次来北影节都怀揣期待 巩俐 姜文和葛优同台 还有许多位演熟和知名的演员和嘉宾也精彩亮相 果然是高能名场面燃情来袭 电影人曹玉 陈坤 乌尔善 吴刚等 也在星光盛会上擦出别样火花 陈坤身穿黑色西装搭配衬衫 利落沉稳 陈正道 何冰 刘恒 刘晓庆 张颂文等电影人 也应邀而来共赴光影艺术之约 助力中国电影事业 周深 关小彤 陈坤 陈道明 葛优 巩丽 江文 景博然等众多明星大咖 出席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 高能名场面燃情来袭备受瞩目 众星云及康达书记进入主持团 这届并不是主持人团体 除了专业的主持人外 还另外邀请了两位著名演员 吴刚 何冰亮加入主持人队伍 两人一身黑西装 精气神饱满 也均选择了黑色经典 百搭蝴蝶结领结所装饰 时尚又不失庄重 评委会成员走向红毯 巩俐作为北影节评委会主席 自然占据C位 气场十足 威领白色衬衫搭配高腰开茶黑色长裙 在线白衬衫黑裙经典搭配 陈坤黑色西装内搭黑色衬衫 力领威敞开时髦帅气 张颂文西装革履气质儒雅 陈正道和沃尔善选择了 偏传统的服饰装扮 关小彤身材高挑大秀纤细眉腿 披肩微卷秀发温柔甜美 黑色西装外套搭配白色衬衫 微长衬衫领子录在西装领外 减少了西装服特有的妆重 增添了几分时尚 黑色蕾丝带随意细在 胸口又不失少女感 李志廷一身黑色西装内搭白色衬衫 板正很帅气 周身身穿白色西装搭配黑色衬衫 以白色蝴蝶装饰品做领结 阳光清晰很有少年感 节目看点多收视率持续攀升 随着嘉宾一个个入场 并不是继天坛奖颁奖晚会正式开始 中国传统的司主管弦乐 响起宛如悠扬 随即交响乐团 融入有阴阳断挫之感 合之合作的歌手 安云嘎带来一首天籁和名 整个舞台表现 歌如其名高山流水 惊艳四座 时时收视率也呈上升趋势 歌曲过后晚会迎来第一个小高潮 颁布最佳男女配角奖 男配由此时此爱沙哈布后赛尼获得 女配由姓氏娜娜斯卡劳普沃斯获得 这时的全国收视直接涨了0.1个百分点 云霄之上成大赢家 导演感谢对小成本电影的肯定 随着天坛奖国际评委会成员 巩力 陈坤 陈道明 乌尔善 张宋文和葛优 刘晓庆 马依利等颁奖嘉宾登台 十座天坛奖也悉数颁奖完毕 云霄之上成为本届北影节的最大赢家 包揽最佳男主角 最佳摄影 最佳影片三大奖项 当听到获奖时 导演及同组演员都欢喜雀跃 激动万分 表示很感谢评委会对小成本电影的肯定 让我们更加坚定了对电影的执着 以及对电影的理念 晚会随着最佳影片云霄之上的颁布 全国收视率达到晚会的最高潮 同时段 卫视频道排名第一 最后晚会伴随着背景音乐 《追梦赤子新》带来了一波 葛优江文 陈道明等老牌艺人 年轻时就召回忆沙 引起在场嘉宾振振掌声 当事人或服额或面露微笑 既感慨又波为含羞 就像主持人说的 这是中国电影的流声岁月 正是当时那一群年轻人抱着共同的理想 朝着共同的方向 才能让中国电影大发异彩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时代电影大世界 谢谢 敬请关注哦